右手边身穿墨绿色上衣 牛仔裤 手插口袋的男子 就是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年轻时和父母一起合影 接受外媒访问时提到 自己是父母梦想与愿望的产物 移民美国前几年 当时根本完全不懂英文 每一天妈妈都会从字典 随机挑十几个字 然后要他们拼出来 告诉他自意是什么 无论如何 父母希望我们成功的愿望 最终将我们带到了这里 我欠他们 太多了 黄仁勋把成就归功于父母 如今前景更高 股价也暴涨 华尔街开心的钟声响起 30号美股开盘后 挥打股价一飞冲天 万千十点半 涨幅5.5% 美股报410.18美元 相当于市值冲破1兆美元 也是首家市值破1兆美元的 晶片大厂 中厂收链上涨3% 市值9919.97亿美元 为何总是黑色夹克 皮衣刀客解答就是这么阔 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也有见解 如果明天开始穿皮衣的话 我的股价会上呢还是下 很有趣啊 但是穿什么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并不 我不准备改我的行头 而现在大家也神出 黄仁勋身上品牌30号穿的黑色T恤 在Burberry官网上贩售 一件17200元 据皮衣英国品牌Dunk Hill 官网上皮衣起跳价3500美元 相当于10万7千台币 逛夜市穿的Town4皮衣 新台币11.6万 黄仁勋旋风持续蔓延 从身价背景到服饰喜好 都是最行话题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